4月15日,据韩媒报道,演员江苏拉在首尔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生下了女儿,母女儿人都很健康。 经纪公司随后也透露了江苏拉今后的计划,表示,江苏拉今后不仅是作为家族的一员,回归后作为演员也将更加活跃地展开活动。 据悉,江苏拉曾出演电影《阳光姐妹桃名声大早》,2020年8月与丈夫结婚,男方是35岁的韩医院院长。 同年11月,经纪公司发文宣布江苏拉怀孕,便表示,新生命来临了,江苏拉现在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稳定下来,健康幸福地对待抬角。